汽油價格正在快速飆升 洛杉磯院每加輪油價的平均價格 在短短48小時內上升近20仙 星期一洛杉磯院的平均油價上漲了4.8仙 達到了$5.91 比一日前上漲了13.6仙 比一星期前上漲了39.2仙 比一年前上漲了48.6仙 但比去年最高紀錄$6.5仙比 已經下降了57.9仙 據悉此次油價飆升的原因是 過去這段時間 加州地區有4家不同的煉油廠 意外停工 導致南加州的汽油供應中斷 汽油價格網站GasBudy的專家Patrick Dachan表示 油價上漲應該還會持續一兩個星期 然後才會開始下調 期間仍會受到煉油廠的影響 天下維士記者編輯報導 Q1 6 7 7 8